嘿喲,聊世紀,天天都不可信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MBL 選擇了法蘭克人 那我們也是幫他調整一下 很紅色 那法蘭克人特色呢 是他騎兵單位擁有192遊俠的特色血量 一般遊俠是180C血 那法蘭克遊俠是192D 血量貼身加成25% 不是,是20% 講錯 20% 所以可以理解成 他城堡時代有免費的品種 一開始城堡時代就是120C 所以他的騎兵成型是速度非常快的 而且擁有免費的農田技術的關係 所以他騎兵的農田也是太大的問題 而且他吃果子是比較快的關係 所以前面很適合出肉 或是棒棒開局,這是OK的 那法蘭克人比較缺乏的東西 就是沒有三級的工兵台甲 也沒有三級射 這個短戰毛兵要反擊對手也是很困難 但是城堡時代還是可以考慮打奴兵 去進去封建 轉城堡奴兵策略 那後期再轉出遊俠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現在的法蘭克文明 在頂尖的天梯上面來說 是很少直接出騎士跟對方打架的 都是打一個前面的槍矛前壓 或是打這個工兵轉騎兵肉馬 後面轉這個槍兵劍勇 都是有這種奇怪的打法 就是不出遊俠 全部都指出工兵跟步兵 或火槍火炮而已 所以說法蘭克文現在這個時代 在頂階天梯不一樣 但是可能在分鑽比較下面一點的玩家們 騎兵可能還是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 畢竟沒有太多的轉兵問題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文明是選擇了Pushimia Pushimia特色是她槍兵額外增傷非常多 而且她的火槍兵城堡時代就會研發化學的關係 火槍兵是唯一一個可以在城堡時代研發的文明 那她的強奴路線也是可以在城堡時代 奴兵變成8點傷害的文明 所以Pushimia她是很刺得走工兵路線的 但是她的步兵路線也是非常強的 所以也是有全滿的 她騎兵路線沒有這個大路馬 但是有這個二級馬凱也有重裝騎士 刺情況也是可以考慮轉一下騎兵的 那值得一說的是還是還有榴彈炮 榴彈炮是唯一可以升級的文明 Pushimia的森呂科技是全滿的 而且典下金冠技術或是派改者 可以讓自己的森呂不需要耗費黃金 直接用肉就可以研發 森呂的科技還有製造森呂全靠肉就行了 Pushimia這邊是比較適合打火器路線的 也有阿拉伯直層打Pushimia戰車的打法 但這個打法呢通常只能虐菜 越來越高分的分段上面就沒有用了 Pushimia這個打法呢 戰車打法在頂尖牽涕來說基本上是沒有存在的 之前MBL有四番過一把直接被打到頭破血了 甚至最傷還是玩不列顛了 不列顛直接用長弓加頭車就把Pushimia戰車給打了回去 所以只能說Pushimia戰車這個打法 謹慎使用 當你越來越強的時候就可以考慮不要再用這招了 後期還是要考慮使出3TC開農打後期 搭配自己的搭配組合火槍森呂還有槍兵 作為主力還是比較好推進的 Pushimia值得一提的是呢 她的神聖思想跟她的宗教狂熱是可以讓自己的村民影響到的 所以她的村民跟移動速度都是比較多一點的 Hera這邊是選擇了19P 升封劍10代 這邊一樣偷支部 現在頂尖高手們偷支部的次數是越來越誇張 大概私藏裡面有8場奴在一起齁 但是這邊以上封劍10代趕快點下支部技術 Hera點下了一級防 這邊是選擇了弓兵開局 但還沒有按毛兵 毛兵不按 MBL這邊是選擇弓兵開喔 這就是現在的法蘭克的生態 不會第一時間轉騎兵 但是先走弓兵槍毛前壓 比較常見一點 MBL這邊毛兵開始按下來了 Hera這邊並沒有轉弓兵 也沒有挖黃金 所以現在暫時只想要出個毛兵擋一下而已 甚至不擋 但是看到毛兵來了可能還是要轉一下喔 好這裡黃金直接插劍塔了 不管了 拉了非常多的兵過來直接硬蓋 欸這裡要趕快拉多一點喔 毛兵進來了 OK這邊擋一下 最後不打算圍著 直接插劍塔防守 那這個劍塔也是有學問的 並不是插在這個裡面的位置 插裡面的話 就是為了對方也只要拉一隻兵過來蓋劍塔 好那你這個主精還是被控制喔 如果你劍塔往外蓋一點的話 對手想要控制個金礦的話 勢必要到這個地方來蓋劍塔才行 那很有很高的機率喔 是自己可以發現的 那Hera這邊是選擇了 繼續看喔 想要打直城喔 開始挖石頭 準備要來直接上城堡 是在打戰車了 難道Hera要打戰車路線了嗎 很有可能喔 看起來是為死 就是要打戰車 唯一臉就是 戰車跟你A到底 這邊市集補下 待會要買賣一波 賣了一些石頭 直接換成黃金 買上食物 多賣了100石了 這邊有點賣過頭 知道對方是直城狀態 MBL這邊毛兵按了一些 再繼續按嗎 感覺也不太需要了 MBL可能是想要這些毛兵變成戰毛 稍微騷擾一下 看可不可以突破進去 結果Hera這邊兵又直接這裡圍到底 這樣子圍的話 其實耗費資源更大 好 這裡流進來 看一下Hera到底在幹嘛 挖石頭 確定了 你這邊就是要打戰車 好 就搶兵戳死肉麻 一身時代MBL開下T17 更攻層7製造所二級射 那破西米亞戰車是打工兵單位非常優勢的 這個火氣單位 所以這個戰車打毛兵是綽綽有餘 甚至攻兵也行 但是非常害怕投石車 但是只要Hera Hera這邊直接點下了宗教狂熱 跟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催眠的血量 可以動速度了 但是Hera這邊只要轉出 救贖思想 這個思恩旅科技 能招降MBL這邊的 投石車的話 基本上Hera的正面 還是非常強力的 馬上又點下了 唉唷 這邊投車高打滴 直接換掉了一台 Hera使出了戰車開局 但是戰車開局是沒有斷村的 村民還在繼續補 好 再砸一下 這邊毛兵的用意 是要來點掉Hera的生女 好 戰毛兵也點了 這裡要小心 戰車可能會被砸 而且生女招降 戰毛病的話 還要小心突然回頭 招投石車 突然被秒招的問題 刺激力 我的生女招降 是可以突然轉向 招其他單位 就可以突然讓對方的 單位變身 喔 Kera直接招對方的 戰毛兵 然後變身之後 投石車直接砸向這一坨 叛變的戰毛 也砸到自己的戰毛兵 這就是利用MBL投石車 造成大量傷害的方法 MBL這邊投石可能要再繼續補一些 能不能著想到投石車 是對黑奧來說 極大的關鍵 這邊要小心 生女會被點 再直接拉走 被斷著想沒關係 反正村 生女不死 我就主動拳 要小心了 投車會被招 好 這裡又斷了戰毛 OK 對方 Hera一步一步 開始給壓力了 點掉了一隻村民 戰車現在數量來到了4台 投石車想要打戰車 但是沒機會 這裡有可能會追上來 生女直接一發沒有點死 再一發點掉一隻生女 OK 戰毛兵數量需要再多一點 好 毒掉子彈 MBL 又有兩隻戰毛兵被招搶掉了 這就是Hera的戰車主動拳打法 那這個打法呢 通常新手是不會搭配生女去招搶的 就是乘戰車壓制 這個頂尖對決 果然還是不一樣 還是會搭配一些打法 不是只有三次戰車策略而已 好 那現在法蘭克人補下 我們剛剛開頭講到不列顛 有強攻的射程優勢 可以去點生女 這樣戰毛兵打得非常的別扭 有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新騎兵 去抓生女才行 哇 結果這根城堡直接變成道德堡 蓋不起來 主經直接被控住 MBL 趕快在後面補雷跟劍塔 開始繼續防守 現在MBL最要緊的是要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然後趕快把這個城堡拆掉才行 但還好MBL這個法蘭克文明 城堡本來就有折克 只要石頭能夠穩住來源的話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MBL這裡有大動作 難道是要來插城堡 插這個位置 直接控兩片黃金 還是要去野外找石頭 好 戰車抬進來直接招翔劍塔 MBL這裡沒有防備 劍塔可能要叛變了 好 但是這邊選擇取消 好 防禦劍塔提升上去了 踏了一個彈道學 勝率直接在劍塔的射程裡面走出來 哇 這個防禦劍塔有點多啊 五根防禦劍塔 直接把自己的薑爐當成香爐再插 好 涵蓋到這麼多的防守範圍 HERA這邊也開始在轉出生 更多的村民 雙提西開農 好這裡補劍塔 想要用防禦劍塔去騷擾 好 HERA這邊的經濟 好 這裡也補雷攻城七製造手 好 現在這個局面對於HERA來說 是比較有優勢的 MBL這邊直接插劍塔 開稿 去補 這裡可能要按衝車喔 按頭死車的話依舊還是會被遭響 但衝車的話就可以在防禦劍塔的保護底下 要進行攻城 這算是這個打法的一個特點 不知道MBL是要轉頭車呢 還是要轉個衝車呢 好這裡 HERA和雷台衝車 過來想要拆除防禦劍塔 但是頭死車並沒有過去 反而是上去想要防守胡適派彈車 因為這根劍塔可能要被拆掉了 好這裡衝車還沒有點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馬舅 MBL點下帝王時代 現在石頭非常的缺乏 好 戰車直接手撕劍塔 劍塔直接被拆掉了 這就是戰車非常強大的地方 拆劍組也痛 打人也痛 確定就是移動速度慢 近戰防禦低 MBL這裡還沒按衝車 黃金不夠 有點被斷金的關係 現在黃金很少人在挖 趕快拍一些人去挖黃金 好 Hera這邊是繼續出生旅跟戰車 MBL開始轉出了 肉馬 那現在這個戰車數量 其實是傷害力非常高的 即使待會劇情投資機出來 也不是那麼的好去反擊 因為戰車可以秒巨頭 但是現在MBL最大問題是 現在連城堡移動都沒有 好 這裡村民接收村的關係 黃金被斷 這裡MBL 沒有轉衝車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的東西 像萊蛙Hera的附近 肉馬開始從後面出來 這裡不穩 這裡要被打破了 哇 情況非常緊急 Hera這邊的聖旅繼續給阿里 後面補下了一個新的市集 紅車開始慢慢拆除更多的違建 這邊開始直接招想房子 招想越來越多的建築物了 市集也被招掉 看來Hera這邊打防政策 非常好 好現在Hera 又有補了一根城堡 在自家下面 好帝王十代以上 箭塔直接升差進來 但這根城堡可以直接拿下兩根箭塔 驚喜兵直接出來在後面騷擾 但是MBL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 沒有城堡就沒有巨頭 好這裡買賣一下 花了500多塊黃金 買出了300石頭 好這裡再次手撕防禦箭塔 好右側羅馬開始進去 後面的墓區趕快抓一下 上面有伐墓區 好清喜兵開始在抓村民了 哇這個沒有點攻擊力 清喜兵傷害有點差 好這個村民直接升差的關係 有點沒有辦法收到下面的房屋箭塔的防守 這個箭塔可能要放棄了 好但是正面MBL家裡也是快要BBQ 這一根城堡又是蓋起來肉全被控住 MBL這樣還能繼續開狗嗎 現在TC也只剩下兩個可以正常的運作 好還有三個 三個台隊 好下面這裡還有一個 好可是家裡這裡沒有投石車的關係 現在戰車一出來又打不贏了 好現在問題又回到MBL身上 這裡有城堡 下面TC被控住 你就黃金待會就要被斷光了 後面這塊黃金是救命金 好而且MBL現在插進塔太多的關係 現在只有一根城堡可以產巨型頭C 這樣產能就會很慢了 可以來這邊甚至可以趕快買賣一波 升到帝王時代 好時間買賣了 賣了1000的石頭 換了900多塊黃金 好點帝王 待會HERA在升帝王的途中 就可以先點下化學 一升帝王時代就火炮可以用 到時候MBL的巨型投石機 就會被火炮給克制住 這是非常兩難局面 MBL要打贏這個戰術非常困難 那這個戰術跟一般的 歐印型的戰車流完全不一樣 升旅加戰車還是可以給到極大的效果 現在戰車數量來到了13台 就點掉了一隻村民 現在巨頭 可以拆 3台要小心 這個一離開城堡設成範圍內 就會危險 後面一定要布局一些投石車 避免戰車過來直接手撕 好 MBL下面的城鎮中心 開始也受到了騷擾 這些村民能跑得掉嗎 好 這裡到野外開個城鎮中心 但是石頭已經被挖掉 這塊石頭也在挖 現在石頭急需來源 但是MBL並沒有看到石頭 應該是知道HERA已經挖掉了 這塊野石 這塊野石也要被挖掉了 好 MBL回頭開始到城鎮中心 然後把這些錢拿回來 那村民術來說 雖然是MBL領先 但是很多的重要的礦點 都被亂金挖了非常多 好 這邊肉麻褲來抓生鋁 又抓一隻 投石車頭回去 砸了一發 砸掉了兩台戰車 好 但這兩台投石車可能要沒了 哇 這個殘血換掉 好 村民還要再繼續嗎 這個青騎兵出來 直接進入到了 熱城範圍內 直接送光 HERA的聖女 繼續著想這些建築物 房屋建塔 工程器製造所 哇 直接變色 但是城堡 移動一動的被拆除 現在正面開始慢慢撤離 MBL終於拿回來自己的領地 但是現在經濟不是那麼的好 黃金也被人家挖得七七八八的 下面這個黃金也被HERA給奪了回去 只能說 到了後期 MBL的黃金 勢必還是會比HERA還要再少一些 好 但中間這邊農錢拿回來 可能還可以再戰一些 那現在要打贏一下正面的話 奇兵可能還是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HERA這邊是轉出了火槍斃 好 開始提升了馬凱 化學 戰車開始要回到前線 好 這邊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這個TC 可能要不保 這十隻村民要趕快回家才行啊 哇 沒有要撤 可能沒有意識到 下面這個已經被打了 火炮正在拆除 哇哇哇 這個長益很高 好 HERA這邊點下了戰毛兵 甚至轉出了步兵鎧甲 還是要轉槍兵升級了 HERA現在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跟MBL資源量是一樣的 先行轉兵 待會就可以應對 法蘭克的馬爆了 那法蘭克的輕騎兵也算是比較弱一點 因為他的血量是20%的加成關係 所以法蘭克的騎兵的輕騎兵 只有72滴血 並不是點品種的80滴血的輕騎兵 所以這位對於MBL來說是一大劣勢 他的8滴血其實就差很多了 好 那現在HERA還是點下了三級射 繼續把這個射程給點滿 槍兵果然馬上就補下了 那現在HERA要轉成波西米亞後期最強打法 戰車火槍槍兵配上僧侶 還有榴彈炮 那個榴彈炮非常可怕 弱彈範圍非常廣 好MBL點下了頭車 跟三級的鐵鎧甲 HERA的三級的步兵鎧甲也提升了上去 現在十隻輕騎兵 在後面 看有沒有村民在後面伐木 其實都沒有 MBL現在還在等地的騎兵科技 一直出肉碼 沒有出動裝騎士 那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抵靠戰毛兵 去反制這些火槍 或者是槍兵 用肉碼的話 遇到槍兵的話 真的是完全打不贏 那不管怎麼說 對於NBA來說 後期的決戰能用的東西 真的太少了 法蘭科後期轉兵 被限制攻兵系 會有點難受 那現在轉步兵系呢 也不可能 有火槍啊 這個戰車載的關係 所以就只能選擇 戰毛兵配肉碼策略了 比較不吃黃金 有機會可以打後期的一個策略 好槍兵直接大量戳掉 輕騎兵 輕騎兵直接頭破血 完了 好槍兵在後面 好 再往前打 槍兵往前走 分屢 沒事 哇這個隊型非常猛 這就是TOSIMIA後期 最強大的配備組成 戰車啊 榴彈炮 槍兵火槍 該有的輸出都有 這就是TOSIMIA 機械化 好後方法蘭克人 點下了二級攻 三攻要趕快點下才有機會 沒有三攻的話 肯定是打不贏的 好就點了一個增兵技術 好 彈炮已經點了 當然HERA反而是先點三攻的那一位 哇這個榴彈炮直接預判了MBL的火炮 火炮直接被點死 這邊在嘗試打 但是火槍並沒有打到 MBL也是選擇了火槍策略 把黃金投資在了火槍身上 火槍身上 還有40秒 火槍工程師還有30秒 沒有三攻的法蘭克人 弱馬傷害夠嗎 好這邊直接開打嗎 不要吧 這一波開打下去會直接G 但是Poke了 火槍兵加戰車已經Poke到了非常多的弱馬 這一波直接ALL IN 中投升級好 開始往前丟 巨頭架起來 想要直接砸戰車 先砸個一發 先砸掉一些槍兵 但是正面的部隊已經全部倒下 肉馬已經全死 戰車沒有辦法打得贏 生女直接招搶掉了一台投資車 後面流彈炮火了下來 流彈炮火下來 這意味著MBL可能要G了 沒有辦法解在了 MBL打車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把HERA直接戰車壓制MBL 壓到他沒有辦法有正常的支援 這個沒有辦法 法蘭克人後期的經濟 只能靠優雅當作主力 如果沒有經濟的話 要靠垃圾兵的情況下 勝率是非常低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呢 是由波西米亞 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率 5勝5也是HERA拿下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我也掰掰